天下的事 国家的事 都是我们的事 因为这里是POP大国民 五点钟到七点钟 欢迎你准时收听 那这两天我们电台里面 有很多年轻的朋友 都去都跑去赶托了 到了晚上以后呢 都跑到了这个桃源高铁站那边 各位一定知道了 对不对 来了一个天团嘛 Coplay 听说很精彩啊 然后冒着大雨都可以去 所以我要讲重点是什么呢 就充分告诉了大家 其实文化艺术表演娱乐 真的是一个很庞大的产业 对不对 Coplay呢 在表演的场地里面 他们估计是四万人的场子 够厉害吧 连续两天下着大雨 都这么多人去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台湾要往哪里发展 从某个角度来说 我们的国家 或者我们的政府 似乎不是特别的重视 这种文化才 艺术才表演才 我觉得那跟主事者 包括我们的整个的 政府的不管是蓝绿 组成的团队里面 你问问他们 有几个人看过这个表演 有几个人去挤过 这个年轻人的场子 知道什么叫做演唱会 所以真的 我拿这个当作开场 因为我们现场 也来了一位 非常年轻的 八年级中断生的 八年级中断生的 一位年轻的作家朋友 可是他今天带来的一本 却是真的 在这一段时间 舒适形成话题 也非常畅销的 妖怪台湾 三百年岛屿奇幻之 妖鬼神游卷 他的作者何静瑶 从台中 来到我们的现场 跟我们来聊天 静瑶你好 蔡老师您好 Pubber Radio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 静瑶刚来的时候 还有点紧张 不是说他上节目紧张 而是他晕车 台中上来晕车 所以来的时候 刚才还跟我说 真糟糕 他说有点不舒服 说担心会讲话 会讲的乱七八糟 我说没关系 不用担心 反正你谈的是妖怪台湾 对 那就是讲一些怪乱成 或者是乱七八糟 应该都OK吧 这本书 因为谈的是 非常有意思 谈的是台湾 从17世纪开始 到现在300多年 到这个战争结束 就是二战结束 1945年 作为一个段落 大致上 谈了这几百年来 台湾的各种妖魔鬼怪 各种妖魔鬼怪 那这本书 在书是造成了 很大的轰动 我想一方面 就是有一种本土性 它非常在地性 第二个就是说 题材 这个题材 以前没有人碰过 那更重要一点是 我们常常会讲到台湾的 很多的传奇 很多的故事 里面有一些 妖魔 神怪 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人认真地把它变成创作的主题 甚至整理出一个这么完整的资料 所以我想何静雅这本书是有时代性的意义的 你当初写的时候 有想到说他受到这么高度的关注吗 其实并没有想象到这样的局面 因为我本来这是一个很单纯的项目 想把我手中看到一些资料 然后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希望大家就是觉得这个东西也蛮有趣的 那所以说就是到现在已经三四个月了 那书是的反应也很 对呀 一直都很好 对一直都很好 而且说到最早是他一直都有话题性 就一直被拿出来讨论 其实不容易 最近这段时间 我想有这样子效果的有好几本书了 我现在讲的都是本土创作的 翻译的书 从国外进来的很畅销的书 我们暂时不谈 但是如果以国内的台湾的作者群来看的话 你的还有我另外一个好朋友的 纪大伟教授的台湾同志文学史 也受到非常高度的关注 是的 我就说最多看出来新生代 尤其是像你们这种八年 但大伟稍微大一点 比你大一些 大伟也算是你的学长吧 他外文系嘛 台大外文系嘛 这个何敬尧是台大外文系毕业的 非常年轻 后来去念了清大的台湾所 台湾文学研究所 好 那现在是 我现在 专心写作 对 专心宅在家里面 好 专心宅在家里的写作 的何敬尧 专心在家里 宅在家里写作 你晓得 这要对很多朋友来讲 也会觉得很不容易 是 基本上就是 想趁现在 然后有力气 然后赶快多做一些作品 好 敬尧呢 他的上一本书 应该讲说你的上一本 跟这个妖魔鬼怪 有一点关系的 是一本这个 幻之港 对不对 当时也是用了 台湾妖怪 直伏在这个 老 古港口的 这样的一个故事 串成一本小说的背景 是的 因为我住在台中 所以我对于台中的一些 当地的一些传说 是很感兴趣 那我从小也是听 虎姑婆 摩西亚长大的 所以就是想用 这样的一个题材 来写一些 有趣的故事 那也因为这个契机 所以说让我觉得 可以来修寻一些 关于台湾古文献中的 一些妖魔鬼怪的故事 敬尧在 有这个构想的时候 他其实出发点 还是有一点点 如果我们说 有一种使命感的话 他真的还是有使命感 理由非常简单 你翻这本书的时候 你看他前面的秩序 就讲得很清楚 有一个非常强烈的 一种使命感是 他觉得好像 很多台湾的 很年轻 更年轻的孩子 似乎都没有 都不再晓得 什么叫虎姑婆了 你现在讲 我突然也觉得蛮惭愧的 我记得我女儿很小的时候 我有跟他讲过 虎姑婆的故事 可是他现在慢慢大了以后 在他脑海中 真的 大概像最近很流行的 比如说Beauty and the Beast 他可能OK 他去看了 之前他看过卡通片 你只想 就像你在书里面讲的 就是说 好像在我们这一个 岛屿台湾的上面 长大的很多 更年轻的小孩 他们成长世界中的 所谓的妖魔鬼怪 慢慢慢慢的 都没那么本土化了 是 这个是一个 很奇特的现象 那这也是因为 台湾是处于 一个海岛的一个环境 所以说海岛国家 就是接受各样的 各式各样的文明 那所以说 中国的一些传说 然后日本的传说 西方的传说 就慢慢进来到台湾 那刚才蔡老师讲到 就是年轻的一些朋友 可能不太了解虎姑婆 这确实是真的 像我有个朋友 然后他是大学生 那他也其实 从来也没有听错过 虎姑婆的故事 那比如说 胡岸川老师 这是一个研究台湾 对 胡岸川 台湾 就是传说的一个 很厉害的一个老师 也曾经就是感叹说 就是在座的 就是他在教课的时候 就很感叹的说 在座的大学生 可能对于石浪君 这样的故事 可能就已经都不太清楚 知道是什么的 那当我看到 胡岸川老师 这样的一个感叹的时候 其实我也很惊讶 发现 对 我从小 其实也没有人 跟我说过 蛇狼君的故事 到底是什么 我是后来长大了 慢慢的到 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才发现 原来台湾有 蛇狼君这样的故事 但事实上 像虎姑婆 蛇狼君这样的故事 是已经流传在台湾 已经有两百年三百多年的一个时间了 那为什么他会中间会经历一个这样的锻炼呢 也许会有一些政治的原因 或是一些文化的一些断层的原因 但无论如何 追究原因当然是很有趣的 可是我觉得 与其是追究的原因 不如就是从现在开始建设起 那重新去想象 重新去创造 重新去找回这些 已经可能跟我们的生活 就是有点距离的传说 那也许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这些传说并不是那么陌生 你本来的想法也只是说 就你的自己个人的兴趣 所能阅读的范围里 就去找 去找这些各种跟台湾妖魔鬼怪 神魔传奇的 有关的各种的来源 找着找着找着 我看到你书里面也讲了 你后来就有一个team了 对不对 有一票年轻的朋友 基本上我是 因为当时我不确定这样的计划 到底合不合时 或者是到底会不会成功 因为那个时候 我其实也还没有读很多书 我只是觉得好像有很多书里面 会讲到这些东西 所以就是想要在书里面 就是想要在网络上 然后试着询问大家 对于这样的议题是不是感兴趣 那也是因为 就是在网络上有了一些回想 让我觉得 也许这样的计划是可以继续进行下去的 对 我今天请了 非常年轻的 八年级中段班出身的这个 作家呢 何敬瑶来我们的节目 我其实一方面也是要向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来用不同的案例来告诉大家 真的也不要太担心我们的年轻朋友 虽然包括我在内 有时候在节目当中难免 有时候会对一些年轻世代 有一些 爱之声哲之气的批评也好 或者是担心也好 可是今天请何敬瑶来 最主要是让各位感受一下 你看看这些年轻的孩子 他们的某些视角 跟我们不同的老世代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是他们做的事情都一样 他们展现了他们关心台湾 关心台湾的文化财 关心台湾的传统历史 他们就用行动来证明 他们的关心是可以做出成果的 那何敬瑶就交出了这本 妖怪台湾三百年岛屿 奇幻志 妖鬼 这个神游卷 非常好看 非常好看的一本书 我刚才跟这个敬瑶讲 我这两天 因为我女儿在家里 她每天都翻一段翻一段睡前 今天早上呢 我把书拿走的时候 她说你拿走干嘛 我刚才说我要访问何敬瑶啊 坐坐着要来我节目 我女儿还特别交代说 那你要把她拿回来 我说我不但拿回来 而且我还 我还会请何敬瑶哥哥 帮你签个名 好吗 我女儿就很开心 所以呢 我今晚回到家的时候 我会把这本妖怪台湾 三百年岛屿奇幻志 前面一打开来 何敬瑶呢 签了一个名 说送 吐蔡忠林 就是送给蔡忠林 我一定会让我女儿很开心的 我觉得我女儿会喜欢这本书 你知道第一个 书名就很棒 对这种小孩子 十二岁的小孩子 这种妖怪 他就觉得 哇 脑海中他就很多的想象了 是 然后呢 我大概跟他讲了一下 然后更重要也是 这本书呢 编排也很漂亮 他们请了这个插画家张继雅 继雅的整个的这个 里面的插画插图 也非常有风格 我想这个 这也是这本书成功的 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是 当时因为 我想要做这个 关于台湾妖怪文献的 这个整理的时候 我就想到 其实这样文字 其实是很艰深 很很很硬的 很难让人去触碰到他 那也许可以用视觉化的方法 形象化之后 可以让更多人去接触 这一个很有趣的 这个题材 那我就想说 也许可以找国内的一些 很厉害一些画家 来进行创作 但你当时不认识他 我当时并不认识他 可是我是在 一个叫 一个杂志叫做 台湾有个漫画杂志 叫做CCC创作集 那这个创作集里面 算是 集结了台湾现在 当今最优秀的漫画家 然后他们进行的一些 在绘画一些关于台湾漫画 台湾历史文化的 你在上面注意到他的 对 然后 季雅老师呢 他在上面是画一个 台湾乌龙茶之父 那个 那个春生跟陶德 他们的故事 那台湾的乌龙茶之所以 会这么兴盛 完全是因为在 一百多年前 有他们两位的这个 在台北台湾这边耕耘 然后他就把这一段历史 用很有趣的漫画家 画出来 那我当时就注意到 原来台湾有很多漫画家 其实功力是比 是可以跟那个 日本漫画家是 同等的 同等的一个比较的 那并且 因为季雅老师 他对于历史文献是 有本身有考据的能力 所以说才可以画出 这个乌龙茶的历史故事 所以我就想说 也许可以 邀请季雅老师 来进行这个绘画 所以我就很大胆 就是发信给季雅老师 那也很高兴 就是获得季雅老师的 那个就是 就是愿意来协助 这样子 所以看看 一个八年级生 一个七年级生的 八年级生的作者 七年级生的 会图者 会者 张继雅 合作出了这本 妖怪台湾 三百年岛屿奇幻之 我想我很少在节目当中 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会说这本书是 很值得推荐的 真的 所有的朋友 可以看一看 最重要的目的是说 我们对我们的 台湾的了解 有很多的面向 其中一个面向 也许妖怪 传奇 神话 也是一种 我们理解台湾 历史演变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部分 更何况 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在不同的 年龄层的世界里面 想想看 蛇狼军 对不对 然后 虎姑婆 一大堆的这种传说 加上原住民的 各种的传说 你到底知道多少呢 我相信很多人 其实会很惭愧 把这本书翻一翻 里面这么多的 数百位的 台湾的神魔妖怪 很多人大概 叫不出十个 这就是我们 觉得这本书 有意义的地方 马上回来 青天雨天 每天都像你 POP RADIO 是我氧气 就一起 在一起 好 欢迎回到 POP大国民 我是主持人蔡志平 那我们听我们 节目的朋友呢 当然有不同的年龄层了 但是如果说 你稍微有一点点 人生的阅历的话 尤其你又是在一个 稍微没有那么 城市的地方 长大的朋友的话 你可能 一定会记得 我们小 从小到大 我们还是有听过 很多的故事 很多的长辈呢 或者吓唬我们 说你 你要孝顺爸爸妈妈 不然的话 打雷的时候 砰 专门就打那个 不孝顺的人 所以你就造一个雷神 那你知道呢 我们台湾岛屿 周边是海 这面跟海有关 在传统的 过去的交通 不那么发达的年代 靠着风帆的年代 海本身意味着 更多的不可测 跟危险 所以呢 我们就有很多 跟海有关的传说 妖魔鬼怪 其实汉人有 原住民也有 日本人统治台湾 五十多年 五十一年 那日本人进来 当然也带来了 很多日本人的 这个妖魔鬼怪的传说 可是我不晓得 你在这书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感慨 是说到底什么东西 才是我们真正属于台湾的 属于台湾的 就台湾的妖魔 和鬼怪 可是你也不能不承认吧 所有的东西 他最后 他只要能够进到 这块土地上 一段时间以后 他本身会在地化 对不对 在地化结果到最后就会 就要你说的 在日本有很多的 妖魔鬼怪的东西 也跟中国有关 可到最后 他变成在地化 变成日本了 是的 没有错 那之前也有 常常有人问我说 有没有什么是 台湾最本土 台湾独创的 或是台湾只有 台湾有的 这样的妖怪 或者是鬼怪的故事 那我的回答是 我觉得 这样的例子 当然是有了 但对我来讲 与其去看 这样的独创 还不如是说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 妖怪 或是什么样的文化 进到了台湾来 然后并且在台湾 留下了一些传说 那在我收集的 这些史料文献里面 它来源 其实是五花八门的 当然本土 台湾有原住民的故事 没错 但其实中国人 就是汉人的船头 也来到台湾 日本人也有 但其实荷兰人 在四百多年前 也有来到台湾 那荷兰东印度公司 那时候来的时候 其实也不只是 荷兰人而已 因为荷兰东印度公司 是一个公司 所以说它是包含了 包括当时欧洲的 日耳曼的一些系统 比如说会有瑞典人 然后一起来到台湾 那在清国时代 台湾一两百年前 也有一些美国的传教士 或者是有一些记者 也有来到台湾 然后并且见证了一些 台湾一些有趣的一些 跟妖怪或鬼怪 相关的一些习俗 那整理到现在 让我觉得有一个想法 就是与其去说 台湾可能要去找 台湾最独创 不如去了解台湾 到底是有哪些文化 所融合而成的 然后并且发展出 属于我们自己 独特的一个特色 那这是我目前觉得 我在寻找过程里面 最有趣一点 比如说 里面有个白马传说 白马传说是 在台湾的各地 都会出现的 那白马是跟什么有关呢 在台湾 白马出现的时候 通常都是跟 守护保障有关 也就是说 只要白马出现了 你只要去追这个白马 然后你就可以在 那个白马马蹄下面 挖到了一袋金子 那国外我们都知道 喷火龙 就是守护财宝的 但其实在台湾 白马则是跟 财宝则是跟白马 这样的形象做连结 那这时候就要去想 为什么白马 为什么是白马呢 财宝为什么 是跟白马相关呢 这可能 根据我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推论 可能这样的 传说呢 是跟台湾 有西方人进入的 这样的一个史实是相关的 因为西方人来到台湾 当然他们属于 比较有钱的 上层阶级的 然后 他们离开之后呢 当然我们就会去想象 他们可能会留下一些宝藏 在台湾 那什么样的形象 是跟西方人是相关的呢 那西方人来到台湾 其实也会把马屁带来 那马屁里面 又与白马 这样的一个形象 是最尊贵的 所以说自然而然的 在台湾的 两三百年流转里面 白马就渐渐的 跟守护财宝 这样的形象是相关的 那这样的一个故事 是会出现在哪边呢 比如说在河边岛上 在瑟聊岛上 就是基隆的外海 那个小岛 那以及在台中的 葫芦敦 也会有这样的 白马穿梭 以及在恒春肯定 那些 这些地方 也会有白马守护 保障了这样的 一个故事流传 当然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的这种 神奇或者是鬼怪 它其实当然 有一些共同性 我就说 因为每一个 不同的民族 都会有共同的 生活经验嘛 比如说 对于打雷 打雷 雷这件事情 打雷会打死 雷会打死人 是不是 那其他都会 有一些好奇 然后就会 就会编撰出 不同的故事来 那在你的书里面 当然也讲了 排湾族 比如说 在原住民的故事里面 阿美族 他们对于 这个闪电打雷 他有他们自己 一种解释的方式 那当然 我一定就是说 有一些东西是 所有的人性 都会好奇的 都会难测的 没办法解释 他就会 编出很多的故事 来合理化嘛 所以有时候 我们说 神话故事 是一种集体的记忆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从人类学家的角度 来帮忙解读的话 可是反过来讲 每个地方的解释 又会有一点不太一样 是的 没有错 所以这又属于 那个地方的特色 对不对 比如说 台湾最著名的 一个妖怪传说 应该就是地牛 地牛传说 地牛 我们说地牛翻身 地牛翻身 就是地牛这样的一个 翻身 这样会造成地震 这样的一个传说 其实在闽南那一带 确实会有流传 可是并没有非常广泛 可是到台湾的时候 它却慢慢的 慢慢的演变成 就是大家耳熟能详 并且会去相信 或者是去 去接受的一种 一种脉络 那地牛这样的传说 就是台湾 现在有一些学期 来在研究 其实它也是跟 原住民的一些传说 是相关的 然后再加上 汉人对于地牛 这样解释 就慢慢的形成 现在我们对于地牛 翻身或造成地震 这样的一个传说 静瑶这本书 很有意思 它把这个 所收集到 三百年来的岛屿 的奇幻字 它还是根据了一段 历史的脉络 比如说在古岛纪 在传说的年代 到这个大航海时代 在17世纪中叶以后 然后这样 一路一路的往下爬梳 比如说到了明清的时代 大概又怎样 然后到了日本 日治的时代 日本时代的时候 又有一个 什么样的段落 在这个爬梳的过程里面 但因为 里面有数百位的 这种神奇妖魔鬼怪 所以我没有办法 一个一个跟各位讲 但是我好奇的是 静瑶你在这样 爬梳的过程以后 最后把它成为一个书 一定是一个系统化的编排了 而且照一个时间的光谱 这样大概来列 有看出一种 我们说这种演化的轨迹吗 是的 我自己是有 感觉出一些演化的轨迹 那我们当然想到妖怪 在现在想到妖怪 我们现在想到 可能是像天狗啊 雪女啊 或者是 中古的狐狸精 这样的一个形象 那当我 真正在进行 台湾妖怪的 文献的爬术的时候 发现在台湾的妖怪故事里面 就是如果说 可以把妖怪这样的范围 放大化 其实台湾是有很多 怪兽的故事 怪兽的故事 或者是幻兽的故事 尤其是在台湾 早期 鲜明实在是流传最多的 那当然这也很好解 是因为 可能比如说汉族文化 进入台湾的时候 面对这个台湾 就是 穷山恶水 就是很险峻的环境里面 可能就会把 森林 就是想象成是有一些怪兽 或是一妖怪 存在里面 比如说像沟蛇 这是一种 很巨大的蟒蛇 可以把一只水鹿给吃掉 那像这样的一个怪兽 然后在海中 也是有怪兽 有双头蛇 然后也有一种魔尾蛇 就是尾巴会有放出毒物 然后会有 会有奇异的 这个构造的一种蛇 那这是属于一种 对海洋的幻想 那这样子一种怪兽的故事呢 在我的搜索里面 我发现 尤其是在 17世纪 18世纪的时候 是最多的 可是当年代来到 19世纪 20世纪的时候 这样怪兽的故事 是慢慢变少的 增多的反而是 属于一些鬼魅的故事 什么是鬼魅呢 先讲一下 妖怪跟鬼魅的一个分别 我正要问你这个 妖怪呢 它主要是一个 在我的想法里面 它是一个有形体的 然后通常是 人们可以去 仔细描述 它的面容的 或者是它的形状 虽然不一定看过 对 虽然不一定看过 可是它确实是有一个形状 比如说像蛇 就有这样的一个形状 或者是一些 妖鸟 就是有一个鸟的形象 那所谓的鬼魅呢 它通常是 人们可能会以鬼来命名 比如说吊死鬼 或者是 除了吊死鬼之外 通常会是以 人死后 然后成了鬼 林头姐算不算是 最有名的其中一个 林头姐也是很有名的 一种鬼魅的故事 那到了19世纪 20世纪的时候 鬼魅的故事就慢慢的 变得非常非常的多 那其实这也可以看出来 这是一个外来的文化 进到台湾的时候 原本对于台湾不熟悉 所以说又有妖怪的故事 怪兽故事 那慢慢在这个土地上扎根了 然后生活了 然后慢慢的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埋谷 然后所以说就演变出 这样子一个乡野奇谈 可能就是跟鬼魅有关 好 所以静瑶也跟我们做了一个区隔 就是妖怪跟这个鬼魅之间的这个区隔 这也是会是未来另外一本书的题材吧 是 我当然是希望可以试着写写看 对 我们访问的是何静瑶 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 这本书带起了我们对于很多人童年故事听到的 比如说我们成长中的虎姑婆 虎姑婆的故事等等 那更重要也是这些妖魔鬼怪的故事 都是跟我们的本土有关的 那这个本土有关 当然就跟这块土地几百年来的汉人的移民的文化 原住民的文化的彼此的交错 甚至不同的民族进到台湾来 担任统治者的过程里面 把那个异文化又放到台湾来 彼此交错出了一个非常阴运缭绕的妖怪台湾 我们待会来继续聊 我们有多少朋友 你没有在讲虎姑婆的故事了呢 我们想想看虎姑婆的故事呢 很简单的讲 如果在以前人的话 就会告诉你呢 不要随便乱哭哦 会有个虎姑婆哦 虎姑婆的故事版本有很多吗 是的没有错 那虎姑婆这个故事 是从中国传过来台湾的 那在中国这样子 虎姑婆或是虎形妖怪 或是妖怪吃小孩 这样的故事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版本 在中国可能会有狼外婆 会有猫外婆 没错 会有熊外婆 这样子 因为你晓得 在过去中国的北方 北方 因为你晓得 那个 那个 但是以前了 那个野兽雕小孩 庄稼嘛 然后乡下那个 那个 其实跟台湾早期的开发 有一点像 就是说你的农田 不断的向山里扩充的时候 你就跟现在讲的一样 你野兽怎么办 他只有 他只有想办法下到平地来找食物了 所以在那个交界地带里面 我们常听到说老虎 叼走了那个小孩子 狼叼走了小孩子 虎姑婆 虎姑婆 其实就是很自然的就转换成了某种可以来解释 解释这个现象的 所以传说或者是创造出一些魔幻的虚幻的故事 魔幻的故事 其实也跟那个现实生活里面的很多的 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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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井是 相扣的 是没有说 就像虎姑婆 那他其实是一种 道 具有教训意味 就是教导小孩子 远离危险的这样的一个意涵 就是 当外国 就是陌生人 来到家 敲门的时候 你就是不能放他们进来 否则就会遇到一些危险 国外就是 红 大野老 对 小红帽大野老 小红帽大野老 而且在台湾的 那个民间的谚语 还有一些民谣里面 其实也常常出现 用这个虎姑婆的东西来当做背景 对不对 是的 在民谣里面 台湾的一些童谣 其实也是跟这种妖怪传说是相关 像虎姑婆也有 那 比如说我们现在 想到就是 好久好久以前 然后 妈妈告诉 很爱一首歌 那其实是 就是 战后的一个 一个合唱团 然后 所演唱的一个版本 那我们现在对于 虎姑婆这么的 记忆游身 其实这首歌就是有了 很大的一个功用 可是 也真的 你在 你写这本书的时候 由衷的一种感慨 我们现在一般的家庭 也不太讲这些故事 给孩子听了 你觉得是因为 真的就是因为 这是本土文化的凋零呢 还是说 包括有一位学者 曾经写过一本书 叫做童年的消逝 意思就是说 当这个大众媒体出现 甚至包括网络数位的 更加的明显以后 其实我们失去了 是这种 这种说故事的氛围了 是 对不对 包括亲子关系 都在这个过程中 被改变了 是 所以说我也常说 就是我们现在 脑海中的幻想世界 其实是被 外国的文化所殖民 所以说我们就会被 日本的妖怪殖民 就是 当我们想要妖怪的时候 可能就想要 天狗啊 学女啊 我之前也是这个样子 那但是 我觉得也许 也不必太过于 苛责这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对我来讲 我从小就是很喜欢看 日本的动画漫画卡通 那我之所以对妖怪 这么感兴趣 完全也是因为 有这样子的一个 阅读经验 那也对最近 这段时间 媒体也常报道 合同 你应该也很有 很有好奇心吧 对对对 因为从小就是 常读这些东西 可是正是会读的 这些东西 知道了 比如说中国的疗灾 然后西方可能有魔戒 脱尔金的魔戒 所以才 促使我去 询问自己 那台湾到底有什么 那这也变成了一种 我的一个 前进的动力 那台湾到底有什么 对台湾到底有什么 但台湾其实是有很多 复杂的 丰富的一些资源 那我之前 其实是对这样的资源 是不太了解的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 转捩点跟契机 是在于我研究所 我进入了台湾文学研究所 青大的台湾所 他就是很多的一些 指导老师们 就是给我很多 研究史料 或者是重新用一个 扎实的一个 学术的方法 去寻找故事 的这样一个能力 因为有这样的能力 我才可以有办法去在 很多本的史料里面 去爬树 他的这些脉络 那对我来讲 我觉得 我是非常非常感谢 这一段经历的 看一下 你在书前面的 这个秩序就知道 你为了要写这本 《娇怪台湾 爬树这三百多年 岛屿的奇幻志》 还真的 真的翻了不少的古文献 是的 对 其实是蛮 蛮辛苦的 但是你晓得 也很特别 在中国的这个 史书里面 其实也很特别的 一个特色 就是说 他多半都会附带一个 你晓得 这种有点像是 妖魔鬼怪的 专策 对 这个在过去 或者是根本 也有很多的 这个笔记重弹里面 都会列这个东西 是 所以就表示说 在一个理性的 的世界之外 人对于那个理性 不能解释的 某些奇幻的部分 他其实还是会 想办法找到一些 乡业传奇 各种传说 然后来 抚慰自己的 对于某种世界的 不能不够理解 是 这些就是 人们为了 要寻求一些解释 而发展出一些学术 没错 那就像蔡老师 所讲的理性跟科学 可能是我们现在 所崇拜 所信仰 但是难保 一百年后 两百年后 所谓的科学跟理性 也许就变成一种迷信 那从未来 来看现在 也许我们就可以用 这样的一个宽容的方法 去看 以前的人可能也是 是这种东西 是一种 很有趣的解释 或者去 就是 借由这样的妖怪 或者是鬼怪的传说 去了解 天地运行的一个方法 因为你知道吗 为什么 为什么会跟这个 何敬尧聊到这个话题 因为 我看过一个 德国一位历史学家 写了一本 谈中国历史的 一本书 我是觉得豁然开朗了 因为 他替我解释了 某一种困惑 比如说 我们看中国的 比如说宋朝 明朝 有很多的知识分子 其实是非常理性的 他关心国政 关心民间疾苦 是非常理性的 甚至还接受了当时 尤其像明朝 接受了当时 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很多 西方的一些 当时的一些科学的观念 他都接受了 可是他们在解释一些 比如说 龙这件事情 有龙出现这个事情 是 他们都会完全 完全全盘的 毫无抵抗的就接受了 后来 我看这学者解释的时候 我才知道说 有意思 因为我们现在 当然知道了 比如说 知道了水龙卷风 水龙卷 知道了龙卷风 可是在一个 那种科技 并不是完全可以 捕捉这个画面的时候 你也不可能在现场看到 所以呢 你听别人 船员在描述 那个海上 包括你这书里面也讲 我们的黑水沟 横渡黑水沟的时候 因为风险很大 所以昨天就出现了 很多的传奇 所以他后来解释了很多 其实就告诉我们说 很多龙的传说 跟当时的某些政治 社会的氛围 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 其实现在科学都告诉你了 从气象学的角度来看 他大概就是水龙卷 大概就是龙卷风 就是什么什么的 所以他造成了一种 那时候昏天地暗的景象的时候 人在一种恐惧的状态下 对他唯一的描述就是 龙 看到了龙 就用一个很神奇的生物来解释 生物来解释 其实但是事后来解释 你对照那个气象的 那个资料来对比的话 他们都可以比较合理的知道 他大概是什么了 所以你晓得 我也是在看这个单一方面 豁然开了 一方面觉得说 可是也好无趣 我们对某种幻想的部分 就破灭了 所以这会不会也是 你在书里面其实也讲到了 包括你提到这个 你在思绪也提到像九把刀 作家九把刀的一些创作 里面也提到一点 就是说都会的恐怖故事 某种程度上 他其实就慢慢会脱离了 原来的妖魔鬼怪这一块 是不是因为我们其实在科学 给我们的很多知识里面 这块就没了 反而我们会多的 更多的是对人的部分 人的 人的诡异 人的阴暗 我觉得这跟传播的状况 是相关的 因为以前传说这种鬼怪故事 可能就是口耳相传 那可能就是用纸本相传 那到现在其实 方法变得非常非常多 可能可以藉由广播 可能藉由网络 那这样子不同的媒体 这样子的传播系统 就会造成不一样的状况 那像这样的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都市传奇 Urban Legend 就是经由新时代的媒体 然后传播不同的鬼怪故事 那这样的鬼怪故事 我觉得 它可能更贴近的 就是人心之间的一些恐怖 或是一些距离 那因为这也是 我们现在当代社会 都市人所面临的一个 很重要的课题 所以说我们的鬼怪故事 就会慢慢往这个方向靠绕 但是像妖怪台湾里面 这些叙述 会不会真的就成为一个历史的 是对我来讲 我是想要借由 妖怪台湾这本书 重新去想象台湾这座岛屿 当然我们现在去了解台湾 可能可以借有一些史实 就是真实的历史时间 比如说1895年 日本人就来了 那1945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或是哪艘河南人 过来台湾 对我来讲 这些真实的事情 是很有趣的 可是我更想要 在这些有趣的事实里面 看到一些不一样的 一些风景 比如说我们现在 台湾林爽文事变的时候 可能就是认为 他可能就是台湾的 三大名变之一 那在当时 清国时代就是台湾 有很多一些战乱 那林爽文事变是其中 可能大一个战乱 但其实林爽文事变 其实也跟一种妖怪鸟 它叫婆娑鸟 这样的一个怪鸟 现身是相关的 那这也是 当时的官员之所以 记录这个妖怪鸟的故事 其实也有它的一个 一个脉络 主要是就是建立在 刚才就是蔡老师所讲 这是一个中国儒学的 一个哉详说的一个系统 证明说这件事情 是起来有致 对起来有致 然后林爽文事变 就是代表天地异变 所以说天地异变的 一个象征 就是有怪鸟出现 那我觉得 借由这样子一个 鬼怪传说妖怪传说 重新去看史实话 发生一些 很有趣的一些观点 好我们待会来 再跟年轻的作家何敬尧聊 妖怪台湾 这个妖怪都有台湾特色以后 会不会变得更加的 有一种文化的亲切感呢 待会来我们来请教 何敬尧 好我刚才跟敬尧在聊说 很多正史上的记载呢 都非常有趣 但只是说 你现在用什么角度去解释它 因为以前 以前的知识分子 很肯定说 怎么可能 这一定是 这个 鬼死重弹 然后闸一闸疤的 都不理性 可是现在有很多科技 会慢慢帮我们 比较能够合理的解释 只是古代人 他不知道那是什么 他没办法讲 可我们现代人 会用现在的理解的部分 去解释它 所以我刚刚讲了 看到水上 打雷 然后抱起一个龙 其实那就是水龙卷 水龙卷的水龙卷风的那种 比较能够解释了 好 所以那我要讲 就是说 当妖怪台湾这件事情 开始加上了台湾化 这个过程以后 妖怪会变得更加的可亲近吗 我觉得所谓的 那就要先问问看 什么叫做妖怪 妖怪到底是什么 那这就是一个大在位 因为每一个 对我来讲 每一个文化 对于他们妖怪的故事 都有不一样的解释 那在我这个 这个自己 我自己本身 我则认为妖怪 它则是呈现一种文化 跟历史上面的一个 暗影 那这个暗影 就是可能汇聚成一些传说 然后就慢慢的流传 那有些当然就消失了 那我现在做这本 妖怪台湾 就是想把这些消失的 或者是大家不太了解的 重新去把它找回来 那是不是可以变得可亲 或者是更有趣 那对我来讲 这其实是等同于 台湾的本土的历史 或者是文化 是不是可以 让我们变得更可亲 因为只要 台湾的历史跟文化 变得可亲近之后 我相信 所谓的妖怪故事 或者这种传说 其实会越来越盛行 因为他们是一体两面的 对我来讲 妖怪也许是一个 表面上光鲜亮丽的 飘飘亮亮 或者是非常有趣的 那个三头六臂的 这样的一个存在 但是妖怪的 它的本质 其实是一个 民族的一个重要的性格 这个性格 就是在 这几百年流转的 它到底会变成 某种可能是戏音乐 然后又可能是一种 一种黑暗的解释 那我觉得 与其是说妖怪 很有趣 不如是说 妖怪它所呈现的 这个当时的一个 历史文化到底是什么 所以说 才会演变成这种东西 那这是我最感兴趣的 你知道吗 我刚刚这样请教你 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如果妖怪是可亲的 而且像你说的没错 到最后 它就是一种文化的话 我们这本 何敬瑶这本 妖怪台湾 就可能给了很多的文创工作者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灵感 从这里面 怎么再去创造出更多 我们亲近 台湾妖怪的可能性 比方说 像最近我注意到 日本的合同 日本的合同的传说 多久了 可是它创造出了 很大的一种文化 文化的 文化资产的可能性 对不对 没有说 电影 小说 艺术 甚至观光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能够 能够在 妖怪台湾 这个概念里头 在这个数百种的 这个台湾化的 妖魔鬼怪里头 找到了很多 可能性的话 它其实背后 有很大的空间 是 就这样是蔡老师说 其实我们可以 接近日本的 对妖怪 对 这样一个发展 那日本妖怪 为什么现在 会这么的热门呢 其实是跟他们 历史有关的 尤其是在江户时代 在那江户时代 之前确实 日本会流传一些 妖怪的传说 可是 可能是在一些 上神阶级 贵族之间会流传 那他真正的 进入庶民的生活 其实是在江户时代 因为在江户时代 就是中产阶级崛起 那中产阶级 为了要有 娱乐的能力 所以他们就开始 把这个脑筋 就动到了 这个妖怪上面 所以说像当时 的服饰会 服饰会很多的大家 其实都会开始 绘画妖怪 这样的一个 一个视觉 的一个视觉艺术 那也是从那个时候 所谓的妖怪 在日本 就是产生了 很剧烈的一个改变 然后接下来 经过柳田国安 他用学术的考察 去建构妖怪学 然后还有 小泉巴远 用文学的笔法 去写下 所谓妖怪的故事 那慢慢的 就是妖怪 不只是在 学术之间有了流传 然后在 庶民 或者是在娱乐业 这上面也有 很大的成长 所以才演变成 现在就是 日本的什么 天口啊 雪女啊 河童啊 出现在电影漫画里面 可是我们晓得 在东方 在中国 在台湾 最大的一个障碍 可能还是在于说 孔老夫子讲的那一句 只不与怪力乱神 就把它打掉了 可是 你要多谈怪力乱神 而且用一种更 更亲近日常生活的方式 来谈的话 你就知道 这中间 这里头的可塑性 跟可以发展的可能性 就非常高 是的 我觉得 妖怪台湾这本书 年轻的作者 何敬瑶 跟插画作者 张继亚 他们创造出来的 三百年岛屿奇幻志 这本书 应该真的有 很大很大的空间了 好 最后一点时间了 你希望 你希望我们的 所有的朋友 用什么样的心情 和什么样的态度 来翻阅你这本书里面 一个又一个的 呈现出来的 妖怪台湾里面的妖怪 在我的妖怪台湾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我放在前面 有个邀请函的部分 对 那邀请函里面 我是很清楚的就说明 其实对我来讲 做这一本书 其实只是一个起步而已 那我所能做的 其实是很有限的 可是这个有限呢 不应该只是停留在 我这个地方而已 我希望可以把这样的想法 这样的观念 分享给更多人 那为什么要分享给更多人呢 因为我相信 有更多的学者 专家或者是艺术家 其实是比我更有能力 或者是更有想象力 重新去 发挥这样的一个 一个妖怪的 这样的题材 那只要能够 把这样妖怪的故事 发扬出去的话 我相信 就是 我这本书 它只是 小小的一部而已 可是是需要大家 用 同心协力的方法 让它踏出更大的一步 这样子 好 我们今天访问的 何敬尧 非常年轻 他这几年用了很多的 真的花了不少心力 你看到他 要能够在这么多的 古文献里面 去爬输出说 这么多的台湾妖怪 200多个 差不多200多个吧 还是300个 其实一折里面 可能会有一个或两个 所以说很难 很难算出一个 很难说 200多到300多 对 那这一本书 大概也是有 23040个左右 OK 好 这些妖怪 其实有很多 有一些 我相信很多 很多朋友 必须说 你可能是陌生的 因为它可能是 原著名的传说 或者是 没有那么样 会有地方性的 有一些 我看到 有些是比较地域性的 对 但也有一些 真的就是 在一段 很长的时间里面 是很普遍性的 那让各位 没事 翻翻它 我觉得有一点点 怀旧了 有一点点 怀旧的思草 第二个 有一点点回到了 让我们真正 透过这个部分 来理解了 什么是台湾 那更重要一点是 透过这个 你可能也真正的 理解了 我们人的世界里头 直到现在吧 我们内心里面 一定还有一些地方 其实是对于 理性 科学 明亮的部分 所不能够满足的 那一块 大概就是 妖怪台湾 能够给你的 一个很大的帮助 但是最重要的时候 你要给他一点 新的想法 跟新的思维 再次的谢谢 从台中 今天到我们现场 来上节目的 何静瑶 谢谢你 谢谢蔡老师 以及谢谢 Pub Radio的听众朋友们 好 妖怪台湾 三百年岛屿 奇幻之 联金出版公司 出版的年度的具现 真的是一本 非常有意思的书 五点到六点 节目到这里 要告一个段落了 待会六点钟回来 Buzz Orange的创办人 戴基权 要来我们的现场 我们要谈什么呢 我们要谈 Uber要回台湾了 我们要谈 为什么 柯P柯文哲 市长的民调 又往上走了呢 到底怎么回事